第八十六集 正确发音 正确美语发音 不是正确英式发音 正确美语发音 正确澳式发音 美式发音 因为KK音标是针对美国 美... 美式发音 Clause Clause 它卷舌 卷舌 跟那个O 不卷舌O 那个念close 这个字母里面的O 它是不卷舌的close 这边有一半 这没卷的叫close 这个 这台湾人不会发 这种音音不会发 都念close close 跟义符念起来同音 同音 所以 我们说过了 台湾那个大陆也一样 大陆可能更糟 这个英语教学 你说英文学不好就算了 发音都不行 最基本的发音都不会 所以这个学校教什么东西呢 连发音都教不好 连字 连那个音标都教不好 连最基本的 就像你到少林寺 你不要说 变功夫高手 你连马步都不会教 连马步都不会蹲 连个蹲 一个站 一个坐都不会 都教不好 这个 这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中国社教育 老师教不好 教材编不好 教育部长也不知道 也不管 行政院长总理也不管 总统也不知道 每一个人都不知道 社会上的人也没办法 就一百年就过去了 然后英文也没 教法也没什么进步 还是 英文一学都学十几年 从小学国中到大学 都是十几年 要是念到研究所 博士更久 二十年 但英文大家都知道很烂 牙虫就很烂 没人管 没人管 也没人想办法 一大堆学者专家 学英文的 一大堆 从民国到现在 几千个几万个 没有一个人有办法 一个都没有 一个人有办法的话 早就解决了 但不是说每一个都学不好 学的好当然有 我们说普遍来讲 所以这个人力资源浪费 可是最糟糕就是说 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 最 close 这个字 你随便 台湾 你找高中 高三好了 找一千个 也不要管好班坏班 什么班 就找一千个学生 随便学习抽样 一千个 每一个念一遍 一秒钟 一千个里面 有没有十个念得非常准的 我讲得夸张了 十个 十个 去看看有没有十个 很标准哦 像clock也是一样 爪子 一般念clow 或者搞不好 搞不好念了乱七八糟 不知道念了什么东西 clock 也是卷舌 clear 这个字 一般人可念clear clear 都常念那个e 它是短音 比较短 KK音标是不分长短 音标没办法分长短 所以我们以前那个学的 一开始学什么 长音短音 放屁 它没办法分嘛 你讲那么快 one of the sharp cubes at the end 你怎么分长短音嘛 谁听得懂的长短音 就没有分长短音 当你可以说念慢 one of the sharp 可以啊 你念非常慢 但是不实用啊 那有人就喜欢念快 所以它长短音 你可以有这个概念 可是做不到啊 也不够明显了 KK音标里面 它不是长短音 它根本音就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一般的长音是讲clear e 就是e 短音 就是 呃 代耳的音 clear 代耳 yeah 就是不一样啊 但是有几个英文老师 他把KK音标 每一个母音啊 指音问题到小一点 好 母音我这边有六大组嘛 在别的视频有提到 有几个英文老师 可以把这六大组 每一个分得很清楚 甚至弄一个图表 对啊 口部的啊 口腔的发音啊 这外国人有做嘛 这里面 这所有的那个母音的表啊 每一个发在哪里 是大概位置了 大概了啊 因为每个口腔构造了 习惯不一样 但基本上你要发前 该发前面就不要发到后面嘛 该发上面就不要发下面 该卷神就不要不卷神 就大致上是这样的 啊 他念clear clear 所以这亚洲人老是羡慕外国人 你为什么念的那么清楚 因为你无知啊 你不懂啊 可是你又不想办法突破啊 你只说我是亚洲人 所以我念不好 那奇怪 那ABC华人就念的很好啊 那不是你是日本人 泰国人 台湾人 中国北京人上 不是这个问题嘛 对 那你台湾人的小孩子 在外国长大 他念的很好 那是你的问题啊 那你是你不知道啊 Clear Clerk 这个字就是非常下面啊 发音发在最下面 R 你说这个念的会不会太奇怪啊 发音不好看 没有叫你念到枝牙裂嘴 就是说 因为主要舌头嘛 舌头你不一定 人家看得很清楚 就舌头往下面撑一下 就像土地Earth Earth 这Clerk Clever 这卷舌卷一半 Clever 所以这个最麻烦 这大卷舌 Ad 卷一半 这个是卷一半 Ad 不卷舌A 这个差很多 所以这个 很多情况就败在这个A的音 大卷舌 中卷舌 小卷舌 Clever 我们看看他意思 Clause 他很多意思 因为我们重点是在讲发音 所以我们就不太把每一个意思讲出来 不然的话讲不完 那现在看视频没有耐心啊 那有真正想追求学问 我说哎呀 你长一点更好 这难得啊 好啊 多讲一点啊 我都学 那现在不是 这个 十秒钟之内不能吸睛 我就不看 现在不是 所以现在 像观念变了 以前是 老师上课 学生说 这老师教的很好 我好好学 现在是不一样 现在是学生说 哎 来老师啊 上去表演 不好看哦 我就不看哦 你老师讲课 精彩一点哦 不精彩我不看哦 精彩一点 我有兴趣的时候 我再看哦 然后你讲的不错 我在下面吃个泡面啊 然后边划个手机啊 然后你在上面 把老师弄得跟小丑一样 老师还不能申诉 老师骂几句 学生到了 到了 学习结束的时候 票学 这个老师好烂 所以这个整个学校 这个整个教育制度 崩坏掉了 就是 这个 老师跟学生的这个角色 还有这个学生的企图心 各种的 就是整个没有 就是没有文化 反文化而行 Clause就是a sentence that forms on the part of large sentence 它就是一个句子里面 一个 一个 句子里面就是 句 句中之句 所以呢我们一般 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可是呢 它有主句跟子句 我们一般讲 就是Clause 是子句 子句它有动词啊 可是呢 它不是主要的啊 所以它常常有关系 在名词啊 会有个THAT啊等等 或者 有更复杂的 有那个什么 这个 解析是子句啊 一大堆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sentence 当然这样讲也不够精确啊 因为Clause就是Clause Clause严格讲 它不是一个句子 但这个只是解释上 它就是一部分 一个更大的一个句子 因为它很难解释嘛 因为Clause 子句就是一个句子的一部分 所以一个句子 它可以就是一个句子 它也可以说一个句子 拆成主句跟子句 你不可能一个句子 只有子句 不可能 它一定有个主句 如果只有一个 就没有什么主句啊 子句 就是一个短一个句子 那老外一写啊 那个字啊 就说六七十个字啊 变成一个句子 那主句写不了那么长啊 所以它必须要用子句 而且子句可以两个三个 都可以 你看法律文件 它可以搞八个子句 都可以 哇这个 一个句子 可以搞个一百多个字 看不懂你家的字 反正我是律师 所以我们就常常开玩笑说 法律文件写给人什么目的 让你看不懂 就像那个什么 那个银行对账单 后面密密麻麻的 或者你买手机 后面密密麻麻的 一些什么法律须知 那写的 只有印的很小 怎么四十岁以上能看不到 写出来什么意思啊 就让你不要看 就让你看不懂 让你不要看 这个意思 就是某种程度来讲 是这样 A sentence is allowed to have more than one clauses 这个s不需要 本来是想写two more than two clauses 但是我们这种one clause 可以 就是一个句子呢 它被允许 句子本身不会去允许 所以因为那个主动被动很重要 一个句子被允许 可以拥有一个以上more than的子句 我们叫字句 clause a sentence is allowed to have more than one clause 所以重点clause 那clause是爪子 one of the sharp curved nails at the end of each of the toes of some animals and birds 这个bird也是发在最下面 就像刚刚那个cluck这个音是一样的 就是它有一个很很锐利的 而且带弯曲的一个指甲 那动物当不像指甲爪子 在它的这个end 你不要说是结束 在尾巴在中端 在那个脚趾头中端 就是有一些动物它还已经鸟类 one of the sharp curved nails 因为它有的很多嘛 所以它加字 at the end of each of the toes of some animals and birds 我们看句子 boat cans and dogs have sharp claws 就是猫跟狗都有很锐利的爪子 它常常要去磨 所以说你养那个猫啊狗的 有时候家里木头的东西 铁的它磨不动啊 磨得也太光滑了 最麻烦就是那个绒布啊 一抓绒布啊完蛋 所以有时候你说 我那个绒布沙发啊 或床啊 被弄得起毛球什么的 它在抠啊 它在磨啊 它磨木头是很客气的 木头硬一点的木头 就一点点的刻纹啊 软一点的木头 刻纹就比较深啊 所以有时候要把它剪 要到宠物店或自己去 把那个爪子把它修剪 你不修剪 主人你不修 你不帮我剪 那我只要去抓你的那个床垫啊 什么东西 那是你家的事 或者我去那个抓那个木头 boat cans and dogs have sharp claws clear hear read or see 就是很容易的很简单的 就可以去了解 去听到去读或者去看 就很清楚的很容易的清楚的 could you make the picture clear on a computer 你可以呢 把这个照片呢 变得更清楚一点 它比较急 就直接加e啊 那为什么 英文有时候加e啊 有时候加more 就是它自己一个约定俗成啊 就是说 如果这个字比较简单 就加e啊 就比较顺 如果这个字很长呢 你再加一个e啊 就念起来很累 就加那个比较急加more 或加less啊 它是这个 就是看那个字啊 可是当然 每个观念不一样 有时候 这个字不多啊 字母数不多 为什么加more 这字蛮多的 还加e啊 这是约定俗成嘛 你可以不要在电脑上 把这个照片放大一点 clerk 就是一个 一个人啊 a person who works in the office dealing with records or performing general office duties 就是一个人啊 他的工作 在一个办公室工作 他处理dealing处理啊 如果在赌场里面就是发牌 dealer 也可以当 这讲号令人叫合官 发牌的人合官 为什么叫合官 很奇怪啊 当然有他典故 这是他处理一些 有关于records 一些档案 你不要说记录 处理一些记录啊 不是 一些档案records 或者是performing 去做一些啊 去实施 去做一些啊 一般性的 你不要说这是将军 不是将军 一般性的啊 办公室的啊 办公室的 应该要做的duty 应该要做的事情 应该要做的事情 你不要 所以你翻 有时候翻 我们英文翻中 你不要照个字面去翻啊 那会死的很惨 就是说 去做啊 你用那个 电脑软件可能去做 实施将军办公室职责 我怎么还听得懂 就做一般办公室 一般事务啊 再听得懂 when I met my husband he was just a clerk in a small company 当我遇到 我老公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小公司的一个职员 clerk when I met my husband he was just a clerk in a small company how clever 就是having or showing the ability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things quickly and easily 就是having 擁有或者表现出来 这个能力 ability 去学习或者去了解一个事情 非常快 就聪明了 天真聪明 聪明 clever having or showing the ability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things quickly and easily 我们看例句 although Julian isn't clever he is kind 虽然Julian 他 朱利安 朱利安 都可以 所以英文翻中文 随便你翻 只要英表差太多 都对 所以你不要说 诶 这个我看到是一个朱利安 你怎么翻朱利安 是你不对的 这个你就无聊了 这个真的无聊 也是无知啊 所以那个 连美国总统就不一样啊 台湾翻川普啊 大陆就特朗普啊 特朗普是比较对 那没办法 那你能说特朗普不对吗 那只是说大陆人发音他不好 特朗普他翻成特朗普真的很 很烂的 很烂的翻译 这没办法 因为他是英语嘛 特朗普就没什么意思 他就是鬼王嘛 扑个白的鬼王嘛 特朗普 Donald Trump 麦当劳 麦当劳鬼牌嘛 就像以前美国有一个 参议院高华德 对台湾很友善的 老是要卖武器给台湾 很多年 四五十年前 那金水先生 那你翻金水不好听呢 高华德 Gold water 金的水 Gold water 高华德 Although Julian isn't clever he's kind 这集讲这里 未经许